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你是千衰吗? 这是Froshino九州休息日记EP10 现在的时间是11月19日下午2点23分 我现在的体重是85公斤 对,我的体重现在就完完全全卡在84跟85之间了 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好像蛮刚好的 就是如果再重的话,肚子可能就真的要垂下来 所以现在是肉看起来饱满又不会到过胖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还是会试试看在网上吃啦 毕竟就是在九州的时间也没剩多少了 就是还是想要挑战一下 虽然最近这个蛮常拉肚子的 就感觉吃的比较多 真的是会上比较多厕所 好,然后首先呢 要先来回复一个听众的留言 他是在前几集的修行日记 在YouTube上面留言的 名字我就不要念出来好了 好像保密一下 但其实大家上去看都会看得到 好像是变 反正他说 Froshino你好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old school 但我很喜欢你的风格 尤其是对上自由的那场 不论技巧或力量的呈现都很有个性 说实话很难想象 说你的打法无聊的人 是用什么角度来看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好,首先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录制的时间跟正式上线的时间 其实是有几个礼拜的落差的 所以就是你知道吗 每个礼拜的心境其实都不太一样 我在想我那个一两个礼拜 因为我发现好像有连续两集都一直在讲到这件事情 那应该是那两个礼拜 这个心理中控比较糟一点 容易往不好的那个地方去想 但我记得我好像在看不知道什么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哪一个 反正是某个专访之类的 他就说 如果说你的 在网路上批评你的人是 所有认识你的人的十分之一的话 那其实你还有十分之九的人是 都是支持你的人 那只是通常支持你的人 他就是默默你知道吗 就默默放在心里 他没事也不会摔讲 哇你好棒哦 我爱你 这什么之类的东西 他就只是默默在一旁支持你 大多数人是这样子 但是那些会出来攻击的人 就是真的是很少部分很少部分的一群人 可是也因为这一群人是 因为他们要攻击你要骂你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通常都会传出去 所以你很常就只会听到 批评你的那些声音 但好像因为在日本 在日本这边好像最近有在推广一个文化 就是你对你的偶像 可能是讲偶像怪怪 但就是你对你的崇拜的对象 如果你是很喜欢他的话 就是大家要勇于说出来这样子 因为大家也知道前阵子日本 其实一直到最近都是 就是日本这边出现很多 就是网路上上面的 也什么大言上啊 然后就有一些人会选择自杀 什么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就他们就也希望 就是他们有察觉到这件事情 然后也希望这些被攻击的人 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还是有很多一部分人在支持你 那当然我没有到像他们那样的情况 怎么夸张啊 我只是 我觉得只是我因为我会 我会钻牛脚尖往那个方面去想 所以 但我现在没事啊 我觉得 就无聊就无聊 反正就是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本来就 就会有喜欢你的人 也有讨厌你的人嘛 所以 而且我自己又是一个很 嗯 怎么讲呢 刁钻嘛 就是我又喜欢去做那些 不一定是会讨好到 大众的事情 我有我自己的坚持啦 就是我不一定 想要做的东西 就是那些 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东西 像 前几个 上个月嘛 上个月我跟塔吉里有一场单打比赛 然后就 就有人建议我说 诶 就是那个 单打比赛 我跟塔吉里的 的照片啊 可以拿去做成商品啊 来来卖 诶 哦不是照片啊 是塔吉里选手 他有画了一个我的 就是 他在 就是某一个比赛会场 然后在白板上面画了我的脸的样子嘛 什么的 就有人建议说 这东西可以拿去做成商品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回忆做成商品 就是 呃 对我来说那是回忆 那不是商品啦 所以就是 可是就是正常人就会觉得 诶 这是一个有商机的事情 也许就是可以去试试看 但就是我有我的坚持 所以 呃 就是这样啦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 我现在很好很棒的 应该啦 好 然后在上个礼拜二 诶不对 是这个礼拜二 因为现在是星期天嘛 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晚上 呃 我们几个外国人 挤在一间房间看比赛的时候 呃 突然收到九州那边的 有一个员工 呃 他传了讯息 跟我讲说就是 呃 有一个女子团体 叫Marvelous 呃 他是 呃 长羽千种 这个传奇选手的 的团体 那他是一个女子摔角团体 呃 他说 他们在11月18号的时候 会来福岡办一场比赛 那 他们想要找我去 去比赛 那问我时间可不可以 好 首先是 我觉得很 令 令我觉得很惊奇的是 呃 因为听之前有去日本的前辈们讲 就是通常这些比赛机会 你是要自己一直去找的 很少是呃 人家来找你 呃 再加上现在九州这边 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外国人 那他们其实呃 摔角的水准都比我 要高上很多 就是不管是技巧啊 观念什么的 就是完完全全都比我 好上好几倍 然后再加上九州也还有很多很厉害的选手 那我就想说 就是明明他们有这么多人 为什么就是挑我过去呢 呃 因为 他们这个工作模式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 Marvelous的团体 呃 询问九州 然后九州再给他们 呃 心里的那个人选过去就对了 那 后来听 好像 美国人还是 还是日本选手吧 好像有去问九州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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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的回复就是说 哦 因为Marvelous那边想要找一个 呃 因为这次是Marvelous有跟美国一个团体合作 那是美国那边团体的 呃 领头人的领导者的那个角色 那个选手 跟另外一个 现在在世界很当红的一个选手 两个选手 美国选手一起来 Marvelous这边 那 那因为Marvelous都是女选手嘛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找一个 男子的选手 然后同时呃 他们也有开条件是说 他们希望 可以找资历比较浅的 然后有 比较这个fighting spirit 然后可以炒乐气氛 其实 那感觉就是 像是要找一个 young boy的角色 呃 一个选手去 那他们找的那个美国选手 跟他们去做对战 这样子 所以呃 美国人他们也不适合 呃 因为他们呃 就是 也不是比较偏日系的这种 嗯 fighting spirit的这种感觉 他们是比较美式 呃 他们有一个自己很独特的角色风格 就不是也不合他们想要的形象 然后再来是其他九州的选手 年纪都比较大 都三三四十岁 年轻的这个选手呢 又是冠军 你知道吗 就是也不合他们呃 需要的这个这个条件 那再下来就只剩我啦 就是所以我就很意外的 嗯 我觉得是捡到这个机会 因为九州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新人选手 目前最新的就是现在呃 九州这个冠军也其广大选手 但是他是冠军 而且他的实力其实就是满顶的 所以也不会找到他 所以我就很意外的 嗯 捡到这几位 然后好 还有应该还有一到两场外团的比赛 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 也不能公布 所以就是就是大家再慢慢看咯 好 然后再接了这场比赛之后 呃 反正因为是在福岗嘛 所以他们就是我们也不会有九州的人呃 带我们过去 而他们是有问我可不可以自己过去啦 但我想说靠就是比赛时间是礼拜六 正常来说因为九州没有比赛 他们是放假的 我总不可能就是说 哎 要他们放假的人再带我们带我过去那个场地吧 也太太高纲了 所以我就说啊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过去 反正 呃 因为我看那个场地 呃 那个场地是叫 Nishitezu Hall 呃 他是在天神 那边的一个 呃 他那个感觉是 天神是一个地下铁站 哦 而且地下铁有点像 呃 他应该就是像台湾的捷运这样子啦 那他就是 在天神这一站的一出口就能到的的一个大楼 他那个大楼是他有购物中心 然后也有反正就是很多功能的一个大楼 塞那个大楼里面 我就想说嗯 那就是也也只是搭车过去而已 好像也还好 但其实因为呃 前几集都有提到我们的活动范围 就是放假活动范围 基本上都是在博多那个区块 所以我们其实也 就是也完全没有搭过地下铁 但好险 他那个地下铁概念其实就跟台北捷运差不多 那呃 九州这边的地下铁跟火车也没有像东京那样 就是有那么多线这么乱这样 所以就还算呃 抵达到天神还算是 蛮轻松的就是 一条路过去就就就是 呃 凭着这个亚洲人的观念 是蛮轻松就可以抵达 到天神这个地方 哦 首先在这路上 我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 呃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礼拜六好像 学生还是需要上课的 那我在想有可能是因为 呃 下个礼拜四 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国定假日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礼拜六需要补课 还是还是单纯那些学生就是 呃 准备要考高中或是考大学的学生 我不确定 但就是我出发的时候 因为这是超级无敌早 我也好像七点多就出发了吧 呃 出发然后去搭火车 就就遇到很多 应该是高中生 高中女学生 国高中吧 我其实分不太出来 因为我觉得日本人的脸孔 呃 尤其是女性 她们的差别只有就是 12岁以下 跟13岁到30岁之间 然后再到30岁以上 这这个落差很大你知道吗 因为呃 日本这边的女生好像从很小就会开始慢慢学着化妆啊 保养什么 我今天甚至呃 在路上看到几个国小的妹妹在互相帮对方化妆 你知道吗 就在那边画眼线干嘛的 所以真的是很难看出来 但我应该是高中生啦 如果没搞错的话 然后天气非常非常冷哦 呃 iPhone上面的温度是显示11度 但我体感应该再更冷一点 因为一度是有下小雪的 就是诶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雪 但美国人说是雪啦 但就是呃 它很像雨滴 但是是凝固的固体 但是也没有到 就是 因为我唯一看过雪的地方是北海道 所以可能又太极端了 所以我们就称它是雪好了 它一度是下小雪的 所以是这么冷的天气哦 但是每个女学生都还是一样穿短裙上课 我就觉得 哇靠 这些人 这些日本的女生真的是 完完全全的爱美 不怕流鼻涕耶 没有人在怕感冒的 就是 每个人都是想要漂亮漂亮 还是 还是其实他们的校服女生是只有裙子的 因为我真的还没有看过 呃 女学生是穿裤子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 呃 规定还怎么样 所以导致他们 就是还是只能穿裙子上课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这么冷的天气 我穿三件超厚的衣服 然后又穿 又又又套围巾 然后又穿手套 都还觉得冷的程度哦 我靠 好像每个女学生都穿短裙 是怎样 太夸张了吧 然后 呃 我就跟 有跟我朋友提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朋友就说 其实好像 他们日本的女学生 穿裙子的时候 是会再穿 呃 一种 比较有保暖材质的 的这种 肤色的裤袋 而但是 我稍微又 呃 干 讲仔细研究 好像又怪怪的 但 因为我 我是单纯好奇 他们有没有穿裤袜这件事 我不是带着任何 有色眼光 这个要先确定一下 呃 总之我在回程的时候 又 呃 很好奇的又看了一下 因为刚好 我是他们下课时间 就是九州这边的 女学生 他们是没有穿裤袜 他们就 真的就是裙子 然后跟袜子 顶多就是 袜子稍微长一点点 但是也不会到过西 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在怕人 好可怕 然后我到天神的时间 其实 呃 因为 呃 他们给我的时间 是九点要到场地集合 但因为我 我第一次去嘛 我怕我迷路还干嘛 所以我其实提早蛮多出门的 我到了时候 其实才八点半左右而已 但我刚刚说的那个 西鉄之后的 他 其实是一整栋大楼 那 我知道比赛的那个 楼层是在六楼 所以 我想说 呃 可能是到那个楼层先集合 我们在一起去搬雷台什么干嘛 对吧 所以我就 想说 我先上到六楼看看 但结果 呃 因为那个大楼 他应该估起来还是个百货 百货中心 百货中心 百货 购物中心 百货公司 啊 购物中心 他估起来还是算个 购物中心 呃 所以 呃 他其实是有那个 开放的时间 等于说他没有到那个时间之前 他的手扶梯是可能只能到一些 比较公共空间的 的 的 下面的几个楼层而已 好 我就搭 搭手扶梯 搭手扶梯 到四楼就卡住了 没办法再上去 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因为 呃 我其实没有Marvelous团体的 联络方式 呃 因为完全都是透过九州的 这个 呃 行销人员去告诉我这件事情 呃 我也不可能就是那么早的时间 就是打扰人家 就是说 呃 不好意思 我现在该在这边等吗 什么 我就想说 呃 也不要麻烦人家 那怎么办呢 我就在 呃 呃 一楼 呃 尼西 尼西特之后的一楼 在那边晃来晃去 首先我先找 哪里有地方是 感觉是可以卸货的 因为我们是要搬雷台对吧 所以他们 有可能是直接在那个 呃 有货梯的地方 在那边集合 我只知道 好就找到了 诶 的确有个地方 看起来是在卸货的 但是那时候 因为时间还很早 所以就是也 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然后我就 呃 先找个地方 找个便利商店休息一下 什么干嘛 然后 时间快到了时候 我就想说 我就 算了 我就不管了 我就赌看看 那个时候差不多 8点50几分吧 我就走到 呃 像是 呃 卸货区的那个地方 我一到就 果然就看到 有几个 呃 日本的女性 呃 日本的女生 走下车 然后 你知道吗 日本的女摔脚手 她 走在路上 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人绝对是摔脚手 呃 如果 有听众是 有 在 日本的街头 遇到过 这些女摔脚手 她绝对能 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他们 不管是穿着打扮 还是整个人 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是 他们就是女子摔脚手 所以我就一一眼就 认出来 哎 应该是这一区的人 就去 就去打招呼 然后就确定了 哎 的确 哎 这一团的人就是 Marvelous的选手 然后我就 呃 跟他们自我介绍啊 讲一些 基本理应该讲的话 然后我 我觉得我有抓到这个 就是 因为我一脸就是亚洲脸孔嘛 所以为了 以防他们 因为他们其实也只知道 我是呃 九州这边的选手 可能也不晓得 我是台湾人 或或可能只有 联系的那个人 知道我是台湾人 其他人可能就想说 哎 他是九州的选手 他应该是个日本什么 但是 我的开头就直接讲英文 我就讲什么 Nice to meet you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就知道我不懂日文 所以就会 呃 用以 跟外国人讲话的方式 呃 在跟我聊天 这样子 但是 当然还是有 有几个选手 他们还是 就是直接 讲日文啊 就是他们可能也不 不太会英文吧 但他好险 我都还算听得懂啊 然后 呃 其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 的 有一个选手叫 刚悠里嘉 他是 他好像是先台女子摔角的 的选手 但可能是 跟着Marvel是过来 九州这边 打比赛吧 实际上 什么样的情况 我也不晓得 哦 他真的是 完完全全不怕冷 就是 再次又 证明了前面的所有 就是 这边女生完全不怕冷 我刚刚说什么 我说我穿了三件 超厚的衣服 然后又 又挂围巾 然后又 又戴手套 哇 他直接 短袖短裤 在 在大风 在一楼 那个大风 狂吹的 这个街道上 站着 然后也完全不冷 真的是 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完完全全不怕的 哦 但是他真的好可爱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 怎么有这么可爱的人 这是题外话 但 就还是觉得很夸张 日本人怎么可以不怕冷到这个程度 然后 后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上楼去放东西 然后 因为 我前面说的跟Marvellous合作的这个美国的团体叫West Coast Pro Wrestling 他好像是在California那边的一个地方团体 但其实好像还算蛮知名的在当地来说 那跟着来的选手是 还有两个美国选手 一个是 Vinney Massaro 他是这个West Coast的 的这个 应该是promoter的角色啦 就是 这个团体的 的领导人 然后 另外一个选手就是 现在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有名的Titus Alexander 总之他们也是 在 日本的第一场比赛的样子 反正就是 长羽千总就带着他们跟我两个我们三个人就是 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干嘛 然后 长羽千总真的是超好笑 他那天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现在 呃 长什么样子 因为 他活跃的时间可能也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前 那他他现在的 样子就是有点 肉肉的啊 比较大直一点 然后短头发 然后他就穿着一件 呃 上面画着胖虎图案的 就是哆啦A mou那个胖虎的的一个 长袖的衣服 然后就 用超级像胖虎的模样在跟我们用英文跟我们讲说 哦 这个场地实在是 就是反正他就在抱怨一些 跟场地方有关的问题啦 比如说 呃 我们的比赛 11点半就要开始 但居然我们9点才可以进场地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觉得 哎 我们这样子会 活动我们的比赛会办得很赶 这样子很很有点伤脑筋这样 反正就在抱怨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 完完全全就是像胖虎平常在教训 大雄跟小富人那个样子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就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笑 然后又也也蛮可爱的 说实话 那 那天的比赛我是对上 Vinny Massaro 那Vinny Massaro这个选手 他其实跟很多 呃 世界知名的选手都有对争过 比如说像石井志宏啊 他好像还有跟三折 逛琴打过 反正就是一个资历很丰富的选手 那因为九州这边我最熟的几个选手就是 呃 其中有两个选手就是九州这边美国人嘛 我跟他们其实还蛮熟也蛮好的 平常会一起训练 所以我就很自然套路 哦 美国的选手 嗯 可能大概是这个模样 结果实际上完完全全不是 Vinny Massaro他的打法是一个 非常非常日系 就是超级硬 每个哪几机都要要你的命的那种 的选手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有有有一点 当下是跟他比赛的过程中 是有有一点水土不服的 因为我有点太习惯了九州这边的美国人 你知道吗 所以就 诶 突然来个当头棒喝 然后完全是一个日系打法的美国人球 其实 我很不习惯 那场比赛 就是 我觉得也真的是 打得蛮糟的 就是 很可惜啊 第一次在 呃 别的团体出阵 然后其实没有 打得很好 但 我这可能对观众来说 觉得就是好像也还可以 但实际上就是 呃 我自己觉得 上比赛 蛮糟糕的 打得不是很好 呃 但为什么 这样我已经可以去 掌握到就是哪些部分是 我可以掌握好的 哪些是我不能掌握 所以当 我今天很确定 OK 这样比赛 不是很好 可是嗯 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掌握的 就是 也跟我无关 可能跟对手比较有关系的时候 我就想说 嗯 好 那 呃 我先没做到 就是真的是肚子太饿了 就是那天 很早要起床 然后也没吃什么东西 肚子很饿 然后去 就这样子 搬了一天的 一个早上的擂台 然后马上就打比赛 就是 嗯 这个可能是未来我要去 好好做调整的地方 但就是至少知道 我哪里可以去做调整 那真的没办法 就算了 就让他去吧 就继续往前看 我觉得这也是在 嗯 这一周的外团参赛 嗯 有成长到不少的一个地方 但我 比较可惜的就是 嗯 其实好像没什么机会 跟其他选手交流到 我是所谓的 呃 女子选手的这一部分 当然有几个比较 应该是资历比较浅 资历比较浅的选手 就是 还有算有聊天道 可是 因为像 现在 呃 台湾跟日本这边 都非常红的 那个鰻鱼选手 他其实那天 呃 也是有比赛 可是 嗯 就是没什么机会 可以跟他交流到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是 很顶层的那个选手 然后 男性选手 跟女性选手的休息区 又是分开的 那 你不管是比赛前后 你总不可能闯到 一个就是 女子的 呃 休息室 或者是 他们就是在那边 换装的 的一个地方 去跟他们聊天 这样子也很怪 所以就 呃 有点可惜啊 但但至少 嗯 有去尝试 然后 又认识到 一两个选手 就好像也够了 嗯 对啊 就好像一直在 慢慢学习 慢慢成长的感觉 其实这样好像也蛮不错的 就是 慢慢来 就是一切都不要急吧 好 那 这个礼拜好像 嗯 发生比较少事情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讲 我本来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 录这一集 但是 因为下个礼拜 呃 我们有三场比赛 所以我想 应该到时候会有 蛮有东西可以讲 就是好像 如果这一集 不录 然后合到下一集 再一起录的话 好像又会太长 所以就还是决定 呃 今天就把它录掉啦 那 如果你有什么 有关日本摔角 这边的事情 九州这边的事情 呃 想要了解的 或是你有什么 疑问想要问的话 都很欢迎你 私讯我 或是呃 记信到我们的听众心向来 呃 我会在 节目里面 为你做解答 那 呃 就说这边 要结束的时间 也快到了 就是 嗯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总之 我们就是 未来见啦 就这样 拜拜